每年的歐洲職人日 法國各種手工藝職人 都會開放工作室 邀請民眾參觀 今年度的活動 旅法臺灣創業青年 林婉金也有參與 他向民眾們介紹 他自創的琉璃品牌 並於現場示範 如何製作琉璃 是深獲參觀民眾的喜愛 民眾們在不同工作室裡頭 流連忘返 並和藝術家們互動 一年一度歐洲職人日 許多手工藝職人 都開放自己的工作室 供民眾參觀 今年來自臺灣的創業青年 林婉金也在其中 旅法近十年的他 經過一連串身份轉變 選擇自創個人流離品牌 企圖在法國闖出一片天 我的品牌叫做Dondele Giffray 然後其實在法文有雙重韓義 因為Giffray在法文 應該是翻譯成結雙結凍的意思 然後Dondele是雷絲 像正常翻譯應該是結雙的雷絲 然後可是他的雙重意函是說 有點瘋狂crazy的人 然後我的品牌就是希望 在記得原始材料的同時 也有一些創意跟意想不到的概念在裡面 林婉金戴著護目鏡 專心示範流離藝術品的製作流程 先是高溫軟化水晶玻璃 再一一將細小的裝飾黏上 最後放置大銅電鍋保溫 慢慢冷卻凝固塑形 令參觀民眾大開眼界 會選擇流離 源起於林婉金一次到朋友家做客的旅行 當時他被初次看到的雪所感動 因而決定要透過流離 重現水的凝結和具體化 而透過近期法國政府力推的 鼓勵創業計畫 林婉金得以在這個由舊空間 所改造而成的工作室 與其他創業職人一起打拼合作 這個共同工作是還蠻好 就是他可以扶植零到三年的小公司 在專業上有行政的解釋跟幫助 然後你有任何諮詢的話 他都可以因為有之前客戶的經驗 跟你分享一些比如說 運送啊 流程啊 之類的事情 或是銀行怎麼貸款 或是保險業的相關知識 所以我要特別感到達到 cercet重點 照片的援助和有通知識 也好方面的側貼估 也好方面的股管理 的主角來做實用 或是做一個 exped影子 做的照片 所以在居民工作室 可以為民伴 和其他人的交流 而是比較高 很积利 而是直接獨自獨 在哲學的部門 在將其他的工作室 林婉晶勇於接受挑戰 湧創法國 創立個人品牌 雖然風險冒險不斷 但林婉晶說她會繼續努力 完成夢想 彈虹灣電視李欣穎 法國巴黎採訪報導